哈喽大家好,我叫朱瑞盈 我现在生活在美国的纽约市这次疫情的中心 那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去看一看纽约市现在的一个状况 我们现在呢就出门 我家是住在布鲁克林 所以我现在是在布鲁克林的街头 平时的话纽约市政府会要求每周二和周五早上九点到十点半 这边的话街边是不可以停车的 因为要进行一个街道的道路清扫 但是现在由于疫情的原因 纽约市政府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暂停了扫街的情况 右边就是布鲁克林的威廉斯伯 那左边的话就是曼哈顿 现在就已经进入到曼哈顿了 像这边的话大家排队都是会保持一个社交距离 你看到很多的店还是关门的一个状态 除非像麦当劳等等这样的餐厅或者超市 必要行业才会开门 现在呢我们就到了纽约的唐人街区 唐人街这里比较大的一个中国超市 要求顾客和工作人员进超市前戴好口罩 看到人们现在其实都是在家的阳台上出来晒晒太阳 就算是业余不多 这是SOHO很知名的一条街 因为这条街上有很多知名品牌 但是现在这条街上呢基本上是没有人的状态 像这边的很多的店呢都已经在自己的门口盖上了这些门板 为了防止他们在疫情期间被抢劫 这里呢是纽约的LV的门店 他们呢就用很多的木板把自己的门店就橱窗全部挡上了 疫情下的话纽约的这些建筑工人和修路工人还是会正常工作的 这里呢就是纽约的中央车站 这里的话其实会有一个特色 也就是说车其实是可以开上来的 那平时的话这里也是交通很优朵的一条路 这里呢就是纽约的中央车站了 平时呢这里都是旅程客还有游客 但是现在的话可以看完全都没有人 而且现在因为疫情的缘故都拉起了这些警戒线 中央车站的中心大厅 这里就是平时大家买票到各个站台去的地方 现在由于疫情呢人手不足 他们把很多的入口都关掉了 好像其实这也是一个入口 这是主入口之一 但是现在都是用栏杆把入口关掉 在乘坐铁路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 火车站里面然后可以看到已经没有任何人了 中央的售票台只有一位售票员在售票 就是自动售票去然后也是没有人 像这路旁边停的都是纽约的公标车 从疫情开始到现在的话 纽约的公路交通其实也是有在减少的 比如说巴士的班次和地铁的班次 都没有平时的发车频率要高 标车里呢现在都没有人 没有什么乘客来拿什么标车 这里是中央中央人口口的一个标识 其实本来的准备是这么远的距离 大概是一米八左右 纽约提供一个地铁站的通知 上面显示从5月6日周三开始 每天的零前1点至早上5点 夜间不再提供地铁服务 因为在此期间纽约市政府要对于地铁 进入行运的消毒 而保障不掐乘地铁的产品的安全 而这是纽约地铁从来没有过的行运的情况 纽约地铁呢是非常繁衡的地铁 尤其现在我们所在的N线R线和W线 是搭乘人士多多的地铁效率之一 但是现在的话我们所在在这 这铁铁站里大概待了有五分钟左右 一共只有一个程度搭乘地铁进去 我们现在到了时代工厂 刚好有一组各大的学生在这里拍毕业照 因为现在业务疫情的原因 全美所有学校的毕业典礼都取消了 都变成了线上的毕业典礼 哇 街上真的是人太少了 那今天带大家看了 那今天带大家看了 独大道专公园 室外广场的浪积 可以看到这个疫情 和于纽约的中处的经济 和纽约的整体 那我们的新乡和新习性 可以早点过时 可以让大家早点回头到我们的正常生活中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